你偷我家石榴干嘛 不是 你看你家这石榴都快坏了 我就洗手再摘下来 这样就尝尝 尝尝尝尝 那坏了关你什么事啊 那尝你不会自己去买啊 那买不得花钱吗 花钱 花钱你就偷我家石榴啊 那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那告诉了你之后 你能让我去摘吗 不能 你就是说嘛 你不能告你 你又不能 你过轮 石榴拿来 快点 我意思 以后别干这种事啊 小姑娘长得年纪轻轻的 怎么干这种事 这谁家的石榴还挺甜的 哎呦 我先认识 我一定都被你过去了 你最后别摔了